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一起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题目是 I-485绿卡申请 重点问题解答 最近呢 绿卡排期前进比较快 有很多人呢 都可以提交I-485 我们律所呢 帮助数千位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取得了绿卡批准 包括有职业移民 也有亲属移民 今天呢 我们这个视频稍微有一点特别 此前呢 基本都是我一个人 或者是某一位同事 今天呢 我和我的三位美女同事们在一起 在我的左边呢 是我的律所的同事 杨晓硕士 然后呢 在我的右边呢 有两位 这个我们的同事 右边外侧呢 是我的同事Doris 内侧呢 是我的同事乔莎 我的同事们呢 此前呢 都和我一起 为很多客户 准备取得了I-485的批准 他们都有硕士学位 然后呢 有比较高的学历 然后有丰富的经验 然后很多人呢 还有自己 这个办理绿卡的亲身经历 所以呢 在这方面 都有很好的资质 和很好的服务态度 那今天呢 我希望呢 就是说 请问同事们一块呢 从幕后走到台前 我们一起呢 来录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一起给大家讲一下 办理I-485 绿卡申请的重点的问题 我们律所帮助 数千位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取得了I-485批准 有职业移民 也有亲属移民 最近职业移民 EB1类别 一直没有排期 EB2类别 包括NIW排期 前进也比较快 在排期排到了以后 申请人就可以选择 提交I-485 当然也可以在排期 快要排到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准备 I-485的申请 现在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I-485申请 通常需要的文件材料 I-485呢 主要是一个背景调查 要证明呢 这个申请人说 没有违反移民法的记录 没有犯罪记录 不是间谍 在美国身份期间呢 没有GAP等等 像这些 那这种背景调查呢 还是有的 还是需要有的 另外呢 也需要申请人提供 相应的书面的材料 如果是职业移民 需要出生证明 护照 所有的美国签证 以及在美国的 合法身份证明的文件 比如拿过H1B的话 要交H1B 所有的批准书 O1批准书 拿过F签证的话 需要交所有的I-20 拿过G签证的话 就是所有的DS-2019表等等 另外呢 还需要交税表 如果正在工作 还需要交工作证明 对于亲属移民的申请者来说 除了递交与职业移民申请者 一样的基本材料 比如护照 出生公证等 亲属移民的主申请人 还需要递交I-864表格 以及相应的财务证明 比如说税表 W2 近期的工资单等等 用于证明主申请人 有足够的财务能力 支持受益人 此外对于负申请人 还需要提供与主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比如结婚证书 过去的合影 还有小孩子的出生证明等等 关于I-485申请的更多信息呢 我们律所此前已经有很多的文章和视频 可以参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我们的YouTube频道的视频 我们在美国攻略的文章和里面的很多链接 总体来说 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详细的信息 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在重点的解答一些重要的地方 在提交I-485的同时呢 申请人还可以同时交I-765和I-131 这样呢 可以给申请人带来便利 在拿到绿卡以前 就可以在美国工作 而且呢 就可以不需要签证离开美国并且返回 I-765是EED申请 用于在美国合法工作 需要的材料包括I-765表格 如果之前申请过I-765 比如说申请过OPT-EED或者G2-EED 也需要之前EED的复印件 以及申请人的护照和签证 I-131是Advance Pro申请 用于I-485申请人 国际旅行后再入境美国的证件 很多人称之为回美证 需要的材料有I-131表格 以及有效期内的护照Visa 以及非移民身份文件 比如说I-94 提交了这些申请以后 移民局通常会在四到六个月批准 如果还没有批准的话 可以通知移民局进行加速 我们建议直接拨打移民局的电话 接通人工客服 那在确认您的身份和申请号之后 移民局会要求你提供相关的证据 证明为什么他们要加速处理你的case 然后如果联系移民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也建议您可以联系您的议员 加速你的申请 在提交I-485的时候 另外同时还需要做一个体检 这个大家知道像最近除了其他的疫苗以外 如果说在10月1号2021年以后来办体检 还需要有打过COVID疫苗的证据 总之体检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那你可以在移民局网站找到这个 怎样这个做体检的医生的联系方式 然后呢 相应的来安排这个体检 体检报告提交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个是跟485申请一起提交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有面试的话 可以面试的时候带着 第三如果没有面试 移民局会发IFE来要求提交体检报告 联系安排移民局体检 首先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移民局网站 输入自己所在地的邮编 就可以找到自己所住处的移民局授权的 体检医生 然后从中挑选一名移民体检医生 打电话预约联系 通常在体检后一至两周之内 可以拿到体检报告 如果收到关于体检的RFE 申请人需要做的就是在RFE规定的时间内 到移民局认可的诊所去体检 并且获得诊所提供的I693体检报告 然后寄送到RFE上面列明的地址 那么I485申请是绿卡申请的最后阶段 这个当然申请人也都希望能够顺利的完成 取得绿卡 但是I485也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够顺利批准的 有一些申请人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有的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曾经是党员 或者有的人他曾经有身份的GAP 或者是有违反移民法的其他的记录 或者有的人说有别的曾经被起诉被逮捕的记录 有的人呢有这个经济担保方面的问题 有的人有证明亲属关系方面的问题 有的人有换工作方面的问题 有的人有过去签证身份 包括挂靠等等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对于以上的种种复杂情况 我们律所也可以相应的提供建议 帮助申请人解决问题 对于曾经有违法记录的 需要写一个详细的statement解释一下 附上相关材料 对于曾经有过婚史的人 需要提供离婚公证 如果是非英语国家的离婚公证 还需要做与之相对应的英文翻译 而对于曾经有过身份GAP的人 申请人来说 对于职业移民的申请人来说 根据移民法245K的规定 身份GAP加起来只要不超过180天 一般不会影响485的申请 我们律所应用这一规定 为很多客户成功解决了 过去的在美国的身份GAP问题 而对亲属移民的申请者来说 移民法的规定则更加宽宗 我们通过递交I601豁免的方式 解决了申请人之前的身份GAP问题 对于需要提供财产证明的亲属移民 需要填写I864表格 并提供财产证明 可以是银行存款 工资单 或者是房产证等 像前面提到 我们新卫名律所帮助 数千位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取得了I485的批准 有职业移民 也有亲属移民 对于我们的I485的客户 我们提供全套的服务 从一开始一直到拿到绿卡为止 包括中间有回复RFE 回复NOID 包括如果有interview 在interview以前帮助准备 包括为申请人检查材料 解答问题 提出建议等等 总之 I485没有一个one size fit all的 这样的所有的情况 每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个具体的 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背景 我们都会根据申请人的情况 一直负责到底 一直到申请人拿到绿卡为止 在申请准备阶段 我们可以提供I485 I765和I131表格的填写 提供这三个申请所需要的文件的清单 检查整理材料 提出问题和需要修改增补的地方 如果申请人有特殊情况 我们可以提供建议 在485申请递交后 我们的服务还包括接收和转达移民局的通知 包括打指纹通知 面试通知 而当收到通知后 我们也会提醒客户面试的地点以及时间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帮助申请人准备485绿卡面试 如果在审理期间遇到RFE NOID等 我们也会帮助申请人相应的回复 在485申请提交以后 如果长时间没有得到批准 我们也可以帮助申请人联络移民局 询问CASE的近况 我们也可以帮助申请人准备485面试 以及练习面试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么除了前面提到的全套的服务 从一开始 start from scratch 以及到申请人拿到绿卡以外 根据申请人独特的要求 具体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提供灵活的一部分的服务 或者重点的方面的服务 比如说有的申请人 已经收到了485的RFE或者NOID 需要回复 我们可以帮助 或者有的申请人需要帮助准备interview 或者需要我们陪同 作为律师 作为翻译 陪同参加interview 或者有的人交过一次485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还在判定 没有批准 或者被拒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帮助重新提交 或者有的申请人 自己准备了表格文件 但是希望能够有律所的工作人员 帮助他来review 这样的全套的文件 提出建议 解答问题 以上种种的我们都可以做 我们提供灵活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 帮助申请人处理S85问题 我们可以为申请人检查 所有的表格和申请材料 正如刚才蔡律师所讲到的 我们可以直接帮助申请人 递交回复RFE NOID 还可以递交Motion to reopen Appeal等 以及我们可以帮助申请人 催促移民局 超过合理处理时间的申请 我们还可以陪同客户 参加S85面试 提供翻译 帮助准备文件 像前面提到的 我们新卫民律所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已经帮助数千位来自中国的 移民申请人 取得了S85的批准 包括有各种年龄 不同情况 各种复杂背景的 那么我们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口碑 很多客户都后来又介绍了 其他的新的客户 他们的亲戚朋友 同学等等给我们 总体来说 如果您有更多 关于S85申请方面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给你提供相应的 更多的信息和建议 那我们的同事们 也会根据他们具体的情况 来给你讲到 为什么你应该选择 我们新卫民律师事务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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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